大家好 之前给大家演示了如何搭建一个SS服务器 今天来演示如何搭建一个V2RED服务器 因为我的Digital Ocean的账户里面还有一些余额 所以我就以Digital Ocean为例创建一个VPS 选择VPS的操作系统 我这里选择CentOS 764维 然后选择一个计划 部门级的标准 选择一个5美元每个月的资费 接下来是备份文件和快存储 这两个都不用管 然后是选择数据中心 如果那最近的是新加坡 应该速度也会比较好一些吧 其他的选项都不用管 点击创建 创建好之后 Digital Ocean会把登录信息发送到 你的账户所绑定的邮箱里面 之后你就可以利用Pate或者是Digital Ocean 自带的控制台来登录 好 我们打开Pate 默认端口是22号端口 登录名是Root 首次登录Digital Ocean会要求你修改当前密码 修改密码完成后就可以登录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V2ray 打开V2ray的官网 利用这行脚本来安装V2ray 这是官方的脚本 现在已经安装完成 最新版本是4.18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要配置V2ray的配置文件 出入这行代码 代码可以在视频的下方找到 对方的感受 打开V2ray的主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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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ism默认没有安装VIM编辑器 我们使用VIM编辑器 配置文件中主要修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端口 第二个是ID 也就是UUID 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修改 也可以不修改 就是UterID 修改好这几个地方后 我们在客户端输入相应的配置文件 就可以上网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V2ray要求服务器的时间和客户端的时间 时差不能超过90秒 但是不考虑时区的问题 只要考虑分钟和秒数 不要超过90秒就可以 端口你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端口 UUID可以自己生成一个全新的UUID 生成的网纸我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打开这个网纸就可以生成一个新的UUID 把它复制 粘贴过来就可以 我们定位到这一行 我们定位到这一行 按A或者是I 删除掉UUID 秀标右键单击 粘贴上新的UUID AUTERID AUTERID默认是64 可以修改为比较大的值 但是不是越大越好 建议改成100 修改 修改完成以后 按ESC 输入冒号 WQ 回车 就保存 这时候查看一下 服务器端的V2RAID服务 是不是已经启动 可以看到并没有启动 我们先来启动一下 这时候已经启动 我们再把V2RAID设置成开机自起 这样就完成了V2RAID服务器端的配置 接下来是配置V2RAID的客户 V2RAID的官网提供了一些 各个版本 操作系统的客户端文件 Windows 我选择的是V2RAID S 打开V2RAID S的GIT HUB 在最后面加上Releases 就可以下载最新版的V2RAID S的客户端 根据你的操作系统本 位数 下载64位或者32位 下载64位或者32位 下载64位 期课 下载4位 沿选4位 你可以进行 名字 AutoID 安全 这里选择自动 不要选错 选错是没有办法连接的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应用到V2ray 这时候我们试一下可不可以上网 Digital Ocean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可以看到IP地址就是Digital Ocean的IP地址 说明已经可以成功上网 如果不能上网的话 有可能是你的配置文件没有输入正确 包括AutoID AutoID 这些 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服务器的时间 与客户端的时间相差太大 超过了90秒 如何查看服务器的时间 输入Data-R R是大写 可以看到 服务器的时间是2019年下午的4.01分48秒 而客户端的时间是12点 凌晨的12点 2分11秒 我们再重新输入一下看看时间 02分20 时间是一样的 就是分钟数和秒数相差 加起来相差不能超过90秒 不用管时区 不用管4点 还是凌晨的12点